小金丘和普通泥丘哪个好养? 泥丘是一种底区鱼类,肉质鲜美,营养丰富。 泥丘是杂食鱼类,自然界中有钻底泥的习性,身体柔软,也能轻易钻入孔隙角落里。 利用这些特性,我们在鱼缸和硅缸里养几条泥丘,有助于清理角落里的食物残渣。 但泥丘有个特点,就是长相太普通,观赏价值差,于是很多朋友就养起了一种叫金丘的泥丘,又叫黄金丘,这是一种通体白色或金黄的泥丘,当然不是什么新物种。 通俗来讲,这是一种得了白化病的泥丘,属于基因变异泥丘,但由于金黄的体色,所以观赏性高了点。 这两种泥丘苗,东归先生都有饲养,那么黄金丘和普通泥丘,哪个更好养呢? 黄金丘属于病态泥丘,所以答案自然是普通泥丘更好养。 从东归先生饲养结果来看,普通泥丘,更爱吃,更活泼,生长速度更快。 从与人的互动性来看,饲养相同的时间,普通泥丘互动性更好,普通泥丘非病态,生命力也更强。 东归先生所养的普通泥丘苗,除了被乌龟吃掉的,还没有发现有死的,而黄金丘正相反,一般不活跃,多数时间都躲在看不见的角落里。 即便观赏性好,也没有什么意义,整天看不见,从体质来说,由于是病态,偶尔会有死的,抗病力不强。 更不可思议的是,东归先生所养的乌冬,经常捉了这种小金丘吃,前后吃了五六条,而普通泥丘苗,还没发现被捉过。 所以,综合来看,黄金丘除了体色优于普通泥丘,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不如普通泥丘。 同样大的泥丘苗,黄金丘养大更费时间,普通泥丘生长速度就快得多。 假设你想来一碗自己养的,香喷喷的泥丘炖豆腐,那你还真需要养普通泥丘苗。 东归先生制作,谢谢观看,养乌龟,乌冬和原生鱼,关注东归先生。